慢步行为 慢步行为呢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陌生了 我们在前几节课的案例中呢也用到过 那么简单的来讲 慢步行为呢就是使我们的代理呢 在场景中可以进行漫无目的的行走运动 或者是角度的这么一个转向 比如说在商业街中许多漫无目的行走的这些人群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慢步行为 好下面呢我们为场景中的代理呢添加一个慢步行为 从这里添加一个慢步行为 好那么所有参入值呢展示为默认 将它呢指定给场景中的所有代理 单击确定 下面我们来进行模拟 多了可以观察到 那么代理对象呢 在场景中呢进行一个漫无目的的行走 这么一个行为 我们拖动时间滑坏 我们可以观察到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参数 那么慢步行为的参数呢也都比较好理解 首先看时间控制 那么这个周期呢是慢步行为运动进行变化的这么一个周期 默认情况下呢它是每十针变化一次 那么可以观察到 那么前十针它的运动方运动呢是相同的 那么在第十针之后呢 它才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第二十针之后呢 它会又发生一次变化 也就是说每十针它会变化一次 那么下面这个偏离值呢 它是一个随机性的偏离设置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避免 这个代理对象在同一针发生相同的变化 好接着我们看转向 那么这个转向呢是用于控制代理对象 在进行旋转时的这样一个角度 首先看角度值 那么这个角度值呢 用于控制代理对象在运动过程当中 可以进行旋转的一个角度 如果这个角度值越小 它可以旋转的范围也就越小 角度值越大呢 那么它可以旋转的范围也就越大 如果这个值接近于1 也就是说它可以进行360度的这样一个随机的旋转 接着看转向周期 那么这个转向周期呢 就是它从这个周期是联系到一块的 如果比如说它的默认周期是10 那么它它是0.5的话 那么它的转向周期就是10乘以0.5 也就是说 这个代理呢会在每5帧之内进行一次转向 也就是说每个5帧就转向一次 好 那么这个偏离指令呢 同样跟上面一样 也是一个随机型的设置 那么接下来呢是种子 那么这个种子也比较好理解 那么每变化一个种子数呢 那么就它的运动方向和一些 那么它的运动方向和运动角度呢 就会进行变化一次 好 这就是漫步行为的这些参数的一些讲解